据新华社报道 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声称 台湾与日本的距离非常近 就像鼻尖到嘴巴 所以日本会把台湾的和平稳定当做自己的事 不可能当做别人的事 这话性质已经非常严重了 因为 这是日本高官公开说这样的话 他在明确释放三个信号 一是日本一定会干涉台湾问题 二是日本把中国台湾的事当成自己的事 三是把日本和中国台湾比作鼻尖到嘴巴 这显然有把台湾当成自己一部分的意思 鼻尖和嘴巴都长在一个脑袋上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达了中国的强烈不满 表示这个日本政客发表的涉台言论极其荒谬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对外侵略战争 就把地理迎进作为其中一个主要借口 在21世纪的今天 日本竟然还有一股势力鼓吹这一逻辑 这是十分危险的动向 值得高度警惕 尤其在台湾问题上 日本对中国人民负有历史罪责 更应谨言慎行 赵立坚说 日方应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不得以任何形式死害中国主权 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我要再次强调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 强大能力 赵立坚的这个表态已经兴致很严重 其中除了博 赤日本高官的谬论 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并进行严正教授外 直接将日本高官的这一表态归于军国主义 并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 当初发动对外侵略 就是把地理迎进 作为其中的主要借口这一历史事实 也指明了日本政府这一逻辑的危险性 如果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那中国必然会狠狠揍小日本 日本军国主义 让中国遭受了太大的苦难 付出了太过惨重的代价 如果军国主义在日本复活 中国必然会用军事手段予以扑灭 当年中国的刀够不到日本本土 现在可就是抬抬脚的事了 我在两年多前日本突然干涉香港问题时就说了 这是日本政治的一个新转向 它要利用和中国恢复了的外交关系 去美国那里做政治交换 换取美国对其包括修宪在内的政治支持 日本给美国的回报是积极参与到印太战略中去 现在两年多时间过去了 这两年多时间里日本的嘴脸逐渐暴露 日本这个国家其实是典型微微而不怀德的国家 这是其民族劣根性 千百年来一贯如此 周日之间的关系 中国强势日本臣服 中国弱势日本欺负 唐朝白江口之战后 日本臣服中国 并派了一批一批的浅唐使向中国学习 中国人一贯善良 也有很多中国人东渡日本教化日本人 现在 整个日本的所有的传统文化 几乎都是唐朝文化的日本演变 服装 建筑 书法文字 文典等等都是 然而到了明朝 当中国国力相对衰弱的时候 日本倭寇又疯狂的携扰中国 到了清末发动甲午战争 二十世纪二战爆发后 故事全面入侵中国 日本近代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 可谓庆祝难输 这笔账因为历史原因 中日从来没有认真算过 包括战争赔偿 都被蒋介石大笔一挥给免了 中国对待日本一直是在尽量包容 希望其习心革面 然而 中国的包容从来没有获得日本的感恩 恰恰相反 他们反而开始修改各种教科书 南美化侵略历史 甚至否认历史 日本从来没有真正对中国人民道过歉 与对中国缺乏真诚的歉意和尊重不同 日本对用原子弹炸他们的美国 可谓跪拜有加 至今对美国不敢呲哑 一步一去的成了美国东 压得他们狗 日本为啥对中国对历史缺乏善意与诚意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日本从来不认为对外入侵是错的 只是认为自己失败了 日本近代以来疯狂对外入侵 最终以自己被美国两颗原子弹轰炸而告终 但是由于美国在二战后 立刻将日本定位为美国冷战的前沿堡垒 所以日本的二战罪行并未被彻底清算 日本的不少甲级战犯 为美国重新扶植利用而成为掌握日本的家族 譬如 甲级战犯安信介就被美国扶植为日本首相 其外孙安倍晋三成为日本任期最长的首相 鉴于日本一直未被彻底清算 日本的军国主义一都一之都在 所以日本从来没有真正彻底反思过对外入侵战争 也不认为对外入侵是错的 他只是认为自己失败了而已 二是日本不认为失败给了中国 而失败给了美国 中国抗战14年 日本亲华以失败而告终 但是 日本从来不认为自己败给了中国 而失败给了用原子弹轰炸他们的美国 正是基于他们这种心理 日本对入侵中国从来没有真的反思过 真诚道过歉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 中日关系从来没有真正正常过 中国人无法对没有彻底悔过道歉的日本释怀 日本也从未真正对中国有真诚的善意 在这种情况下 中日之间的定时炸弹一直都是在的 能不能排掉关键要看日本的表现 但从现在来看被排掉的可能性越来越低 三是日本一直野心勃勃 并对中国的复兴充满敌意 日本虽然对今天的中国无可奈何 但对中国野心勃勃是一直存在的 尤其是对中国的复兴充满警惕性和敌意 日本非常心甘情愿扮演美国遏制 打压中国的马前卒 2010年美国重返亚太要遏制中国 日本是第一个冲在前面挑衅中国的国家 日本是要谋求美国对其修改和平宪法的支持 然而 由于美国在支持日本修宪方面缺乏积极性 再加上日本国内有一半的人反对 所以后来日本安倍政府调整了策略 暂时放弃修改和平宪法 然后让日本军队重新走出去 然而随着中美博弈的积累 日本好像又看到了机会 所以最近两年进入挑衅中国 担设中国内政的模式 为什么日本高官和政客频频大放厥词 一则是上述历史原因 二则是要换首相了 这些政客都希望通过对中国表示强硬 来获得美国的认可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 未来要解决台海问题 我们务必要从最不利考虑 即要把美日介入台海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前提 所以 我们要做好美日联手介入台海的一切准备 尤其是如果日本真的介入 我们必须要能够在军事上 做到短时间内彻底瘫痪日本军事基地 要瞬间把美日联盟给打崩掉 尤其是把日本打崩掉 才能让我们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 终日之间的旧账 未来要散一算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最终会有如此结果的根本原因 不在中国而在日本 日本作为小国 总试图干涉中国的内政 试图和美国一起分裂中国 再加上日本从来没有彻底反思历史 终日之间的政治能量一直都在 当这种能量冲撞 遇到中国的国力越来越强 和日本的军国主义野心越来越成之时 大概率会在某个节点爆出火花 而台湾问题则是最可能出现火花的地方 对于中日关系的未来 我认为 日本一天不彻底反思毁过历史 中日之间的关系就一天不可能真正理顺 那么中日之间的危险就会一直存在 针对日本防卫副大臣的台湾 与日本的距离非常近 就像鼻尖到嘴巴 所以日本会把台湾的和平稳定当作自己的事 不可能当作别人的是这句话 我想说的是 日本距离中国也很近 日本距离中国也很近有两层意思 一是如果日本胆敢干涉距离日本很近的中国台湾 中国军队就会直接针对距离中国很近的日本下手 到时候美国也保不住日本 因为美国在第一岛链 根本打不赢中国 就像当年抗美援朝战争美国必输一样 二是日本距离中国很近 这种一步一驱 天天跟着美国反华的行为 最终会付出惨重代价 会尝到中国的老权 军国主义距离日本越近 中国的拳头距离日本的鼻尖越近 到了 对 分心 不 小 这 来 跟 这 能